马上来看到桃园机场捷运 明天将开放给民众自由续成 而今天台北市长柯文哲强行一步 和桃园市长郑文灿体验搭乘 柯文哲还得了99分的高分 给足够郑文灿面子 不过为了迎接3月2号机场捷运通车 届时将和桃园市成立通车小组随时应验 但被问到是不是也会找新北市长朱立伦合作 柯文哲却当场答不出话来 让一朋友郑文灿赶紧出面就人 一次只能放一件 看到桃园机场捷运自助行李托运 台北市长柯文哲很好奇频频发问 机场捷运2月16号将开放给民众自由搭乘 自助行李托运以及预办登机 也同步在A1台北车站同步启动 而台北市长柯文哲跟桃园市长郑文灿 也抢先一起实际体验 到现在没有看到缺点都非常好 非常平衡舒适 甚至我觉得声音也没有比高铁高 所以它的承受品质 算是用英文来讲叫Excellent 是非常优异 我每次说应该叫99分 留一分还可以进步 达了99分超高分 柯文哲给足郑文灿面子 这一次不仅参观 还和桃园市长郑文灿体验搭乘机场捷运 双方不时交头接饿 柯文哲还对一旁手机充电频频观察 但对于机捷连同A1台北车站出入流量 却有点担心 我估计那个很快那个容量会不够 因为你想想看 只要有四分之一走这条线的话 那就一千万了 那不得了 不我想是 那还不会一二三就突然就达到满边 所以我知道那些设施还有扩充的必要 因为我估计 你想想看一年四千万 只要拉四分之一就够 四分之一就一千万 环甲几句 季节3月2号正式上路营运 将连贯大台北生活圈势必得做好准备 我们两边的副市 我指定副市长 来督导那个通车小组 特别在前一个月 有什么问题都用罪数件把它处理掉 那会找朱立伦一起来讨论吗 会 因为沿线有经过新北市 那包括接母公车 包括指标路牌等等 都有跟新北市来讨论 那通车的时候我们会有个小组 也会把新北市的代表纳进来 提起新北市长朱立伦 柯文哲怎么有点尴尬 让郑文蔡赶紧出面救援 桃园机场捷运正式通车倒数计时 也将跟紧密串起北北桃生活圈 当然说什么也不能出差错 欢迎讯会讯会 罗宇翔 吕佳恒 台北报道